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開始進八點檔的時候 因為角色也不是太重 可是又被要求 一定要每一集都換衣服 每一集一定要換 你知道嗎 那因為我們其實一集 我真的是七八千塊起家的 這樣子慢慢磨 然後又被要求每一集要換衣服 然後可是都沒有人幫你找這些衣服 所以他都帶我去五分埔 拜託耶 請你五十 對不對 多好用啊 對啊 可是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筆的花費 真的領到錢 到餐體你所有的支出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賺錢的 對兩位的八點檔印象好深刻 然後可莉姐那時候在演李燕 妳有在看八點檔 我就跟著我阿嬤講 跟著她 阿嬤看 好小眼大 妳現在把阿嬤翻出來 我愛看 什麼阿嬤在看的時候 阿嬤喜歡 我那時候也大了 對 然後我就 不要挖洞給我跳 然後我看到可莉姐有一個 就是跟搶匪 就是在協商的時候 然後講了一句 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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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經典 其實妳知道嗎 我覺得演八點檔 最驚傲的不是說沒睡覺 或者要背劇本這件事 我覺得最驚傲的是 你必須對於不合理的事情 你要把它演得很平常 真的 對 天啊 我要救我兒子耶 我要跟搶匪 我要在面前唱歌 好 趕快學… 學起來 後來我就面對搶匪 她說 好 我現在要對妳走 我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我覺得她面前唱 唱完還要給我一個目 對 以前我們都曾經摔過劇本說 現在是在傻傻 這是要怎麼演 這太離譜 有一天我就在想 人生嘛 就是選擇 妳要嘛留下來 要嘛妳離開 真的 妳要不要離開不行啊 那妳留下來 妳要每天在這邊丟劇本 然後不開心嗎 妳為什麼不開心地去面對這個 人生還有什麼不可能 尤其這一年 妳有發現 這世界有什麼是不可能 真的 這什麼是不合理的 真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人的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為抗拒嘛 對 如果我不抗拒呢 好吧 那場戲一來 天啊 我要救我兒子耶 我要跟搶匪 我要在面前唱歌 蛤 怎麼那麼方便 這首 而且劇本是當下來 等一下就要錄喔 我趕快搜尋一下 這首歌怎麼唱 原來是她唱的劉子謙嘛 對 趕快學起來 後來我就面對搶匪 她是我的兒子 她說 我現在要對妳的兒子 哼 我的子 我的腰 風旗 我就在她面前唱 唱完還要 給我一個move 對 我紅豬全唱 我告訴妳 就因為我接受了 所以那場戲我演得超過癮 因此 那一場 收視率超高 而因此上了新聞 因為新聞覺得 小小 太荒尿了 太荒尿了 真的 收視率超好 然後這場戲之後 對啊 接下來哪一場你知道嗎 緊連著 就來了那個爆眉拳 噶 噶的 也是因為我不抗拒接受了 趕快去搜尋有沒有 之前不是有一個捏橘子嗎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上戲前 都吃很多鎮定劑 妳會後來崩壞自己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 放飛自我 對 放飛自我 今天又要演手 今天又要演手 來吧 來吧 我告訴妳就這形態 真的 挑戰了吧 對啊 就兩位好放 然後這些經典台詞 都已經變成 在那個時候 是台語劇的一個 很傳奇的一些經典台詞 我到現在 還記憶猶聲